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那麼下面我們要進入到第11個小單元 也就是這個植物的部分 那這當然也都是為各處的屋主量身訂做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中很多的象徵意義 好 那麼請各位來看一下我們的螢幕 剛剛有提到這個美國漢學家 所提到的有關道家 很努力的想要來恢復 或者是回歸的那一種樂園的形態 就是所謂的神秘混同狀態 那麼因此他常會提到什麼 跟這個禽獸相併 如何如何 好 那麼某個意義來講 也是在企圖復歸於宇宙和諧的樂園時代的一種嘗試 那我們的大觀園當然不能例外 因為作為樂園必然有這個基本條件 那所以我們剛剛所談的那一些 大概都可以在這邊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只不過畢竟大觀園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樂園 我們已經談過很多 他有皇權的介入也有父權的一個影響 好 所以我們的四個地方 就是恆武苑 秋爽齋 還有紫林舟跟藕香蟹 他們各自都沒有動物的行跡 但是同樣的 那麼植物的存在事實上也是樂園不可或缺 來 所以我們的講義有跟各位說明一下 還是來自於諾伯舒茲的重要的場所精神的闡述 他說與這些建築有機共構的整體的園林世界 其中所展現的自然場所的精神 那麼當然也是偏向於浪漫式的地景 跟浪漫式建築是一貫的 可是什麼叫浪漫式的地景呢 那就是以多樣性的不同現象 像岩石 小樹林 林間空地 樹叢 草叢 生建等等 來創造豐富的微結構 所以每一個地方的微結構都不一樣 所以才會多彩多姿 那麼所以由各種場所形成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景 那當然更是人在其中 可以讓你的精神更煥發更活潑的一種激發 那麼定居在這樣的一個定居本身 是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 人必須用儀情的方式去接近自然 那麼以親密的感覺跟自然生活在一起 而這個當然在樂園的這個環境裡更是如此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既然這些微結構 那麼會也脫離不了各式各樣的植物 草叢 樹木 甚至岩石 岩石我們是不是看過對不對 橫屋苑有嗎 然後其實怡紅苑也有 只是他沒有構成視覺上面的障壁等等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微結構 在大觀園中各處又有各自不同的樣態 那首先我們還是先看這個怡紅苑好了 因為怡紅苑的比較多 那麼包括什麼呢 在第17回我們是不是有看到 芭蕉跟西服海棠有沒有 我們上次有談到過這個叫做焦糖兩職 為的是要什麼呢 兩全 奇妙 而這是不是呼應了太虛幻境的兼美 而再做一個補充 再做一個補充 那就是第五回神 由太虛幻境之時 有沒有注意到賈寶玉所看的圖稱是不是 拆帶合一 有沒有 那個圖稱是拆帶 拆帶其實是放在同一幅畫裡面 所以他們根本就是一體的 第二個請各位再看一下 第五回的《紅樓夢曲》 那麼首先的那一個序曲吧 請看一下這邊有一句話非常的重要 我們已經有很多學者注意到了 所以我要提醒你們 那就是在90頁好 第五回 看完了那些判詞圖稱之後 景煥又用音樂想要來警醒寶玉 所以就演奏了好幾支《紅樓夢曲》 那麼在90頁這是《紅樓夢》影子 就是一個序曲 你們來請看看下面最後一句話 他說因此上演出著懷金盜玉的紅樓夢 有沒有注意到懷金盜玉 那麼金跟玉很明顯 在《紅樓夢》裡面眾多金差 那主要就是由黛玉跟寶差領銜代表 而對這兩位代表所有金差的女性們 我們作者說我用的是懷跟盜的心情 那懷一方面是懷念 他所看過的這麼多美好的女性 可是這些女性都一一的產遭悲劇 他也實在是痛徹心悲 所以他也透過書寫來悼念這些呢 令人可歌可泣的女孩子們 所以請各位不要忘記 我們的曹雪芹不可能用他的筆 去所謂的什麼戳破薛寶采的虛偽 去貶低他作為什麼封建禮教的 什麼打手什麼之類的 這個話都非常可笑 因為他已經告訴你 我是懷金盜玉 那因此呢 因此這些人物 他們事實上都被作者一視同仁的 當作他所珍愛的女性 來欣賞 來感慨 那麼來為他們惋惜 這個是我希望大家要有的一個心態 所以呢 我們的怡紅月裡面呢 就交堂兩職 對不對 然後順便告訴各位 實際上在那個 那個紅龍夢有所謂的情綁還記得嗎 那麼在芝批有一段話其實有提到 他事實上呢 這個情綁也是以這個黛玉跟寶玉 對不起黛玉跟寶采居冠 他有一段敘述是這樣描述的 所以這兩個基本上都是相提並論的啦 所以是一樣重要 就在這裡 在第18回廟玉出現的時候 那麼芝批有一段話說啊 他說呢 到這個時候廟玉出現了 那麼至此來係數十二差 那哪十二差呢 他說以賈家四宴 就是援迎叛襲四位 再加上薛靈二冠 那麼總共就六個 有沒有注意到薛靈是被認為兩個冠軍 好嗎 所以就此而言十二差的這一個排序 他真的就是薛靈他就是兩個人一起得第一名啦 所以他們的圖稱是不是也是差代合一有沒有 所以要注意我們作者從頭到尾 都沒有貶低薛寶采的意思 知焰斋也處處提醒我們這一點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們的讀者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成見 那麼投射太深以至於就有了一些很偏頗的解讀 這個我們要一再跟各位澄清 好 那麼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再做的補充是那個海棠花 是上次有跟你們提到過的這個西府海棠 告訴你們西府海棠之珍貴 真的只有在賈府的這一種富貴場中 才有可能出現 那這個就無形當中要來襯托 我們寶玉真的是珍貴非凡啊 那麼請各位來看一下這是在公王府裡面 就長有一棵西府海棠 總而言之就這是王府 你看是王府裡面才有種的一種植物 這邊果然沒錯 是乾隆後期全城河生的府地 那麼是在1776年到1785年之間所建築 那乾隆死後呢 河生失寵 那嘉慶帝就把這座宅地又賞賜啦 反正這中間有一路的變遷 又轉給這個易新 然後那麼易新就住進去 那這個時候就稱為公王府 那我要先跟你們在這邊跟這裡有關的是 那裡面當然有花園 有好多進的四合院 多進的四合院就叫做深進平原的建築園裡 這我們之前講過 然後裡面極境富麗堂皇什麼 池塘花木這個曲狼停泄 這都不用說了 重點是什麼呢 那麼這座大花園裡面是這樣子 來 那麼在西邊有一組建築呢 院內有兩株珍貴的西浮海棠 那麼在金濟水先生提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他說那個西浮海棠已經活了290多年 那金濟水先生已經過世了啦 過世可能2、30年了不知道 總而言之加起來 假如這一顆西浮海棠 現在還活在北京公王府裡面的話 那他已經300多年的歷史 好 所以怡紅院這裡的西浮海棠 雖然後面給他一個神話背景的解說 有沒有什麼是什麼 女兒國所產啊什麼之類 有一點不敬不食的味道喔 不過實際上是真有這樣的植物 而且非常的珍貴 所以賈府真的是非比尋常的一個貴族世家 我們絕對不要忘記這一點 他跟我們一般人是很不一樣的喔 好 那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西浮海棠做了一個補充之後 那紅香綠玉啊 兩全其妙啊 拆帶合一啊 兼美啊 這個我們都已經說過很多 就不再多談了 那麼除了這個重要的兩種植物之外 我們是不是曾經在那個探村李家的時候 也提到過 怡紅院是不是有一些很具有市場經濟價值的花卉 所以嘛 人情中有視力 視力中有人情 人跟這個世界理想與現實 是不可能完全一刀兩斷的喔 所以要把他分的截然判分的心態 其實是非常幼稚的 世界沒有這樣的東西 真理的相反也同樣是真理 那麼你怎麼會以為有一個什麼唯一的真理 然後他就不容任何其他因素的一個共處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曹月芹一點都不單純 這個不單純不是不好的意思 而是要告訴我們他認識更深刻 更複雜的人世間的道理 好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還有玫瑰 薔薇 寶箱 月季這些 這些當然可以純粹作為欣賞的 美麗的天地的這個事物 但是他到了人的世界 同樣可以展現出他高度的經濟價值 這個是兩相不相妨礙的 就好像寶玉的玉 他既可以是美好的玉 就在深山大澤 有沒有 讓這個山水更加妩媚 但是他來到人間依然也可以享有一種 很崇高的一種這個評價 那這個我們就不再多說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蕭香館裡面所種的 來 講義裡面有提到 就是他種有竹子 芭蕉跟梨花 那相關的情節 我們就請各位自己回去赴案 那我們小說當中描述的並不多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跟各位做一個補充 這個說來話長 單單是竹子的象徵就有好幾個 所以我們要多說一點 首先當然竹子不用說了啦 我們在我們的課程 一開始講到神話的時候 就引述了跟林黛玉相關的 一個遠古神話是什麼呢 是不是就是俄皇女嬰撒淚成斑的 那這個故事對不對 而這個故事當然也是我們作者 本來就非常直接給你的一個說明 林黛玉的形象的打造 以及他淚盡兒式的命運 以及他對情的執著構成他生命的重心 種種特質呢 都跟這個俄皇女嬰呢 是有很直接的這個傳承 跟取材的這個現象 那所以這當然既然俄皇女嬰 這個撒淚成斑 那竹子的斑痕見證了林黛玉的生命 他的愛他的執著 以及他淚盡兒式的種種這種苦難 那這個苦難是他心情的糾結 那麼這個當然都透過這個竹子來體現 那這個我們就不用多說 可是呢還有竹子的含義太豐富了 那麼跟林黛玉有關的 我們還可以追蹤出幾樣喔 第二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來自於莊子秋水篇 這個其實我們以前也談過 現在請各位看一下原文 秋水篇裡面呢 透過莊子講的一個預言 他說 冤雏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 非梧桐不止 非戀石不實 非理權不飲 那冤雏就是鳳凰 所以我們之前跟各位講過 為什麼寶玉為蕭香館所命的名稱 第一個就是有鳳來依有沒有 就是取用這個典故 因為鳳凰是會來享用這個竹子的果實的 那這個煉石就是竹子的果實的意思 他非常珍貴 因為竹子一生只結一次的果 所以他非常珍貴稀有 也因此就被提升到跟鳳凰一樣的等級 還有請注意 非梧桐不止 這一顆梧桐呢 我們等一下會在秋爽再看到 所以同樣的這個梧桐也跟鳳凰發生了關聯 這些都是有高潔的象徵 那所以呢透過這個典故 而這個典故是所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 都非常耳熟能詳的 所以大家一看其實都可以產生了聯想 那麼這一點呢 就是要來襯托林黛玉的孤高自許 目無下沉的這個性格 好啦 所以呢他是非常高傲的 這個當然我們都已經很熟悉 也就不用多說 不過呢第三點我認為你們比較不容易察覺 因為呢這個要多一點點的 抒情傳統詩詞的浸潤 才能夠聯想到的 就是竹子他以他很獨特的外型 就是鮮若柔美的這種形象 他事實上呢 很早就被跟美麗的女性關聯在一起 而最佳的體現是在杜甫的詩中 那杜甫就在他的家人詩裡面 就最後最後 就以這個竹子跟美人的相互映襯來收結 那整首詩是一個比較長篇的古詩 你們可以自己再去多讀 裡面就講到家人是如何的真美 就是心靈是如何的真正美好 是這個真 然後呢是如何在苦難當中不屈 可是這個不屈又非常的優雅動人 然後呢 最後我們杜甫不從外貌來著眼 但是呢他就讓這個家人呢 就在這樣一個天寒日暮代表命運的困頓的 雙重交逼之下 他依然呢以一個鮮弱的姿態 但是不屈的挺立人間 所以呢我們最後有兩句叫做 天寒翠秀伯日暮已修竹 就用這樣的一個姿態來收集收結全篇 而因此前面家人的苦難 家人的真正的美好的精神 都被收攏在這樣的一個畫面當中 由讀者去萬位不敬 這麼一來呢這個滋味就耐人尋味的多 所以作者不多說 他用一個畫面讓你自己去領略 那所以那個家人呢跟這個修竹啊 相依為命 但是呢又彼此在形象上面的彼此滲透 彼此交融 那麼無形當中就讓我們看到一幅 非常美麗的畫面 那竹子當然非常修長對不對 非常柔弱 那麼柔弱但是卻又堅韌 那這個呢都無形當中轉移到 輕輕倚靠插的家人身上 那所以呢這樣的一個鮮美的風姿 其實呢也很符合林黛玉的造型對不對 林黛玉是不是行動如若柳浮風 他走喜路來自搖搖擺擺 一副這個弱不驚風的樣子 那這個呢當然就是在造型上面 也用竹子是最為恰當 以下我們要開個玩笑 會破壞剛剛的美好 就是呢日暮已修竹 我每次上以前上詩選課 講到這一句的時候 就會開個玩笑說 這個杜甫的取材眼光是精準 他讓這個家人倚靠的是修竹喔 你無形當中煥發出來的美感呢 你就可以有無形的聯想 而且都是往正面去渲染 如果是一個笨詩人 好 例如說我們的詩選課 第一次寫創作的同學 如果你呢寫的是日暮已輕鬆 你們腦海裡的想像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松樹很粗壯對不對 天啊 那我們這位家人是Armstrong 阿姆斯壯 手臂很壯 那這一來那個美感就破壞掉了 所以呢要用修竹才能跟這個美人的 那個形象的美感互相襯托 那所以這是我們杜甫眼光 真的非常精準的地方 好 所以這個是透過外型的指射 來讓我們看到林黛玉呢 他行動如若柳浮風的那一種 若不盡風的形態 那所以你看由內在到外在 還有他的尊貴身分 在在都證明林黛玉呢 在甲府當中真的是一個非常尊貴的寵兒 不要忘記這個地方因為有竹子 所以是不是也讓這個鳳凰可以來欺 對不對 那最終來欺的前有元春 後有黛玉 所以黛玉也是一個尊貴的鳳凰 所以其實你們還可以再加個四 就是證明他的地位很崇高 所以這個肖像館根本是由他第一優先來選擇的 那麼如果不是很受寵愛的寵兒 怎麼可能有這樣的特權 所以這個你們自己再加到第四點 好 那可是當然啦 林黛玉有林黛玉的人格特質 跟他獨特的這個性格跟命運 那麼他的後院裡還種有梨花 這個其實我希望你們參考一下 就是梨花的梨字呢 他諧音為離別的梨 這個比較不會出問題 有很多諧音是穿著附會 但是梨花諧音為梨呢 比較不是穿著附會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 那事實上林黛玉的性格當中 請注意他真的是一個悲劇性格 什麼叫悲劇性格呢 悲劇性格的意思不是說 他遇到什麼樣子的悲劇遭遇 悲劇性格的意思是 他總是把自己定義在悲劇之中 好 林黛玉就是這種人 所以你們看到第31回就提到 林黛玉的天性是什麼天性 與生俱來叫做喜散不喜聚 有沒有 所以他不是說嗎 花開雖然很美好 可是謝了就讓人感傷嘛 那人聚了當然很開心 可是當宴喜散了是不是又覺得 很荒疏 很蕭條 所以他就說花不如不開 人不如不聚 有沒有 所以他喜散不喜聚 所以這個人本身就是一個 不斷的在感受到離別 所帶來的衝擊的一個人 有人天性真的是這樣喔 離別對他們來講 其實恐怕比死亡更可怕喔 那因為他是活生生的在遭受 那個分別所帶來的凌遲 那結果呢 對這樣的一個人來講 所有的喜劇最後都一定要面臨破滅嘛 所以那是更高反差之下 更大的一種心靈衝擊喔 所以這個離字我認為跟他這樣的天性是符合的 而請注意果然我們林黛玉的詩作 是不是也都跟離別的哀音有關 例如呢在第45回 他不就寫了戴別離 秋窗 風雨細有沒有 那是第45回就在秋雨淋漓的狀況 那寶釵也不能來了 所以他一個人很孤獨 然後所以他就拿出一本什麼月符雜稿 然後就擬了春江花月夜 人家是春江花月多美好 雖然裡面講的是桂月 林黛玉就把春江花月的美都取消 全部都是秋窗 風雨有沒有 所以這個人真的就是活在一個 自我所選擇定位的一種呢 不斷面臨悲劇的 尤其是離別的悲劇的一個狀態之中喔 那麼再加上果然第70回 我們賈寶玉就有提到桃花形 桃花形 第70回的桃花形 是不是林黛玉寫的 你們去看一下也就都講到什麼離人哀氣 反正都是這一類的 離上哀音 結果呢 結果史湘瑩拿了這一篇啊 然後就 大家就來重建桃花社有沒有 結果那個這個寶芹說 他騙寶玉說這個是我寫的 寶玉說不可能 這不像你的手筆 那寶芹就說怎麼不可能呢 難道杜甫也每一篇詩都是什麼 蟲菊兩開他日淚嗎 不是啊 他也有什麼水性千鋒翠代償 也是有這種很魅的這個詩句啊 那寶玉就說固然如此 一個人本來就可以寫出不同的風格 可是就算你有這個能力寫 姐姐也不會讓你寫 姐姐就是寶釵 姐姐也斷不許你寫 為什麼 因為離上這種東西 對古人來講喔 他們很早從六朝以來 我們之前講過是不是就有所謂的詩乘觀 好 對他們來講 詩就是你人格意志的流露 如果你寫的詩都是這種悲哀的悲劇的 人家就會覺得 哇 你將來可能會遇到不好的事情喔 所以他們有這樣的一個迷信喔 寶玉就說 所以就算妹妹有此財 那麼寶姐姐也斷不許你做 因為呢 不像林黛玉 林黛玉是因為經過離 曾經離上 所以坐此哀音 所以比不得林妹妹 她是真的有這樣的聲勢遭遇的 你沒有 你就不應該去越界 你跟悲劇接觸的太頻繁太直接 你就會面對悲劇 就這麼簡單 這就是時辰的觀念喔 好 所以這樣的一個傷道之音喔 我想林黛玉抒發的太多了 我們也不需要一一舉例 總而言之這個梨花的梨子呢 確實我們也很清楚看到 林黛玉的整個人生 尤其他最後的這個生死離散 那就更是他最終的一個蓋棺定論 那各位更不要忘記 白劇的長恨歌裡面也有一句名言 形容美人的眼淚 叫做梨花一枝 春黛玉 那這個當然也很符合 我們林黛玉是不是愛哭的個性有沒有 他哭的是很美喔 不要忘記喔 他有一次哭的時候 旁邊的什麼七鴨樹鳥都特愣愣的 飛了不忍再聽有沒有 哭到這種程度真不容易耶 如果是趙姨娘就會眼淚鼻涕 那就太難看了 好 所以我們要用的這個梨花呢 有這些豐富的文化背景 我們都可以合理的來展開聯想 也可以豐富對這個人物的認識 那下面我們還有別的 就是先進入到這個稻香村的部分 那稻香村我們之前其實已經看過了 所以我們現在盡量要用 最簡潔快速的方式帶過 首先就是稻香村 我們應該早就已經看到 所謂的這個家書菜花漫然無忌 這個是為了配合所謂寡婦搞木死灰的 那個生活而這個量身設計的 但是除此之外 我們有看到一個非常搶眼的設計 那就是有所謂的數百支 噴火蒸霞一般的紅杏花 那這個我們以前也簡單提到過 由於紅杏花在中國的這個文化傳統當中 本來就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 因為它其實代表青春 那麼尤其是可能會有愉悅的 這一個可能性的這一種氾濫的青春 那以至於我們可以在宋代的詩裡面 看到所謂紅杏枝頭春藝 以及滿原春色關不住 一枝一枝的枝這邊錯了 一枝紅杏出牆來 那所以各位都可以知道說 杏花真的代表就是非常洋溢的 充滿的一種春天的氣息 所以在稻香村裡面 綻放著這個噴火蒸霞般的數百支 這個數百的杏花 那各位就可想而知 我們的曹雪芹絕對是有寓意的 他其實是要告訴我們一個什麼樣的道理呢 也就是說在那樣一個泥黃色的單調的 那麼呆板的這個背景當中 那麼反襯著噴火蒸霞的紅杏 我想我們之前提到過 所以簡單概述一下 他象徵被禮教壓抑的人性 他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 因為人性本來就是與生俱來的一種生存的本能 這個生存的本能一旦消失 人其實就無異於死亡 所以呢我想並沒有真正死亡之前 那麼這樣的人性呢 其實還是會在我們的人心裡面 構成我們存活下去的一種動力 因此可以說這個紅杏 我來將他做一個比喻 他可以說是整座稻香村中呢 死灰中的一層紅葉 而又是空白裡的一片繁華 所以這個高度反差 我想我們曹雪芹要來象徵著 居住在稻香村中的李丸 他其實呢內部還存在著一段 那麼餘境當中卻依然躍動不已的 不安定的靈魂 那這個不安定不是來自於 他本身道德的問題 而是來自於呢 人本身就有這樣的一種基本的人性 那這個說來話長 我們呢有機會在 有機會就是下一名名 然後我們的人物專論 就會對這個不安定的靈魂 究竟是如何突破這個死灰 跟這個空白 而展現出他生而為人的那一點 靈魂的跡象 那這個我們可以等人物專論的時候再說 那麼至於下面一站呢 我們要來到秋爽斋 秋爽斋大家都知道 他有芭蕉 那也有這個梧桐 那相關的這個證據跟回溯 我們都有註解在後面 總而言之 我想這個芭蕉跟梧桐在紅樓夢裡面 一則呢有他自己本身的一個象徵系統 另一則呢 他其實也有了2000多年來的一個 這個人文意涵 那麼以芭蕉來講 在紅樓夢裡面非常清楚 各位不要忘記 幾個重要處所裡面種有芭蕉的 那麼包含哪些 是不是第一個就是肖香館 對不對 肖香館有芭蕉 那實際上呢 怡紅院也有 而且怡紅院的焦糖兩職呢 給我們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呢除了這兩處重要的所在之外 那麼還有秋爽斋呢眾有芭蕉 各位就可想而知 我們作者認為探村是有資格 與這個寶玉跟黛玉這些所謂玉字背中人 來相提並論的 而因此這個芭蕉呢 他當然也是代表一種比較脫俗的精神 比較呢有一種這個與世不邪的 某一種人格的堅持 我想這個我們都可以同意 那麼至於梧桐就不用說了啦 我們在談這個竹子的象徵意象的時候 各位不要忘記 梧桐是不是也是鳳凰明缺霧爛的唯一選擇 還記得吧 所以呢梧桐跟這個鳳凰的相關 那更是非常明顯非常一致的 所以呢不要忘記我們提到過 《紅樓夢》中有五大鳳凰 那這五大鳳凰呢其中之一不就是探村嗎 那探村呢當然他的鳳凰的寓意 我想我們可以用雙重來兼美的來加以解讀 那麼一則當然呢 這是來項玉他將來會遠嫁為王妃 這樣一個非常尊貴的身分 這跟原非作為鳳凰那個道理是一樣的 但是探村的鳳凰的寓意絕對不只如此而已 他其實還有一個象徵 那就是一個非常高潔寧缺霧爛 所謂的簡淨寒之不肯欺 寂莫沙舟冷 這樣的一個象徵意 我想用來凸顯探村的這個君子風範 應該也是相得益彰 而且請各位真的不要忘記 全書各處對於探村 其實是在極力強調他的君子的那一個內涵 那麼一個君子當然絕對是秉公不阿 然後君子他不會被他自己的情緒 跟陳見好惡所主宰 那麼就此而言 我們對人物的認識要謹守這個原則 那麼對於他的很多的行為跟言語的判斷 也要就人來論人 而不要用一般的道理來看待 那麼君子的作為跟一般人真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君子絕交會怎麼樣 不出惡言 好 那君子會有他有為有守的那個堅持的奮計 那這跟我們一般人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在判斷探村的言語跟行為 希望各位要謹守這一點 好 那麼這個我們就不再多說 至於洪霧苑種了很多的香草 這個是我們在第17回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不過一直讓我深感疑惑的是 我們歷來的《紅樓墨的人物論》 針對這個薛寶釵往往就刻意 忽略這一段描述 那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如果我們是只要在古代 你稍微有一點點基本的這個人文傳統的素養 你其實看到這些香花香草的名稱 你自然一定會聯想到處詞的禮騷 尤其是屈原的人格 老實說這個根本不要講到古代那種 從小就要背很多詩文的這一種基礎教育 連我們現代中文系的出身的同學 你都該知道你只要有一點點 中國文學史的基本概念 你其實看到這些香花香草 立刻的聯想就要非常明確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在我們的人文學界裡面 面對這個問題基本上是一致忽略 所以在討論薛寶釵的人格的時候 反正都是用自己的好物來作為判準 那我想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所以我在此要多說一點 所以請各位翻到第17回260頁 那麼這裡我們談過這個橫污院的 這個山石的設計 以及它沒有直批或直背的這個覆蓋 而導致它與其他地方不同的一個 特別的一個建築的造型 那可是各位不要忘記 它雖然沒有那種高大的 那麼以它這個柔化的這個植物的形姿 來加以這個修飾的這樣的一個造型 但是它有別的地方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植物的設計 所以請各位來看一下 在260頁的最後一行 然後總而言之這一段我就不念了 這個其實完全是模仿字平穩的寫法 那當然也包括韓譽透過對杜甫的學習 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寫作方式 那這個說來話長以後再說 總而言之它用了極盡平穩的 那一種鋪陳的手法來渲染 那麼來這個展現 可以說真的是非常全面的橫污院 作為一個道德的象徵 所以各位往下看 在261頁那麼有這麼多花 都不是一般的花香 那一般的花呢 大概就會被貶地為雍之族粉了啦 那麼什麼茉莉啊 白玉蘭啊 對不起這兩種植物 總之放在跟這些香草的比喻之下呢 以中國文人的那個道德象徵來說 他們就是會被貶地為一般的小家避譽啦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裡是非常不一樣的 因為自從中國的第一個詩人屈原 對這些植物呢進行那麼多 那麼美好那麼高潔的 一種這個鋪絮跟這個引用之後 那他已經絕對不只是一般的花花草草 來 所以請各位來看一下 261頁的第二行呢 那麼寶玉博學多文他不是雜學旁收嗎 所以呢他果然就對眼前的植物呢 都能夠一一隸屬他的來歷 那寶玉說啊 這些之中呢當然也有藤螺碧麗 那麼這個藤螺碧麗不要忘記 這個也都是來自儲慈的 好 然後像什麼 那香的是杜若橫無 有沒有注意到橫無 這就是他為什麼叫橫無院的原因 那杜若也是一種這個香草 那麼在離騷處詞裡面真的出現了很多次 所以真的只要有稍微一點點 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文學的訓練的人 你一下子就可以聯想到這裡面 傳達很多豐富的訊息 然後各位你們看還有所謂的彩籃 那這個彩字呢請各位要注意 他其實也是一種藍花 這個要唸彩 是捲舌的 那也是我們的離騷裡面出現過的 然後另外一種是所謂的清葛 那清葛這些都是香草 那麼另外還有什麼金燈草 這些都不管什麼紫雲 青紫 好 那總而言之注意 他下面就非常明確告訴你 這些可以在哪裡找到他的蹤跡 他說想來離騷文玄等書上呢 所有的那些藝草 好 那這就是他的來歷 好啦 那離騷不用講了 作為連我們的司馬遷都這樣的悠然神亡 那麼在千秋異帶依然能夠以靈魂加以共鳴 而不絕由內由衷的來這個感嘆跟讚嘆的 這樣的一位偉大的君子 你就可想而知 他到底用這麼多植物來點染恆無怨 有哪些象徵意義 所以我們現在要準備跟大家做一點簡單的說明 當然香草美人在屈原的筆下 當然已經建立了一個很重要的象徵的傳統 那尤其香草常常就被視為賢臣 還有就是所謂君子的一個象徵 這個已經是毫無疑問 然後各位請看下面我們引用到的 這個是太史公對於屈原的一個高度的讚美 說他呢其智傑顧其稱悟方 就是因為他由內而外的那個人品非常高潔 以至於在他的離騷當中絕對沒有臭草 絕對沒有可怕的動物 因為對他來講 他的眼睛只讓他看到美好的東西 那他只吸引美麗的這一個事物 那麼才能夠贏得他的眼光來加以注視 換句話說只有你值得我才會看到你 好 你不值得那麼我根本就視若無睹 這個這種人他們沒有太多力氣 浪費在那些瑣碎無聊平凡的事物上 對他們來講他們的靈魂太珍貴 不想要浪費在這些瑣碎平庸 甚至是骯髒醜陋的事物上 所以其智傑顧其稱悟方 那除此之外呢各位請注意一下 我們的文學史有稍微提到過 假設我們除了這個文學的修辭的這個範疇之外 如果要再來探討為什麼屈原當時 用那麼多的香草來作為他的世界的 這個構成要素 同時甚至把他當做是他的服飾 那我們這個又有很多話可以講 那當然啦這個是說來話長 所以簡單說有很多學者認為 屈原恐怕本身就是一個巫師 那這個巫師在古代他都是 可以說是全國裡面最寶學多聞的 而且他具有神通 他能夠溝通神人之間 那麼當他在進行巫術的召喚的時候 例如祈求國泰民安 例如有很多對神靈的一種這個 需求的一種這個祈求的同時 那麼他必須進行一個儀式 而在那個儀式空間當中 巫師必須用各種香草 然後把自己裝扮成一個活動的 一個神聖空間 以至於那麼他的這個巫術的一個展開 才會更有效 更靈驗 所以基本上來說 如果把這個再考慮進來 那我們的薛寶釵恐怕絕對不只是一個 很迂腐的儒家信徒而已 他事實上是非常動態的 那麼一種向上的努力 然後不斷地在祈求 逐步地逼近一個更完美的一個道德的世界 好 所以我們下面往下看 那麼他群中所騙職的各種職務 我們剛剛念過的那一些 好啦 所以很明顯 他是刻意要來洗用屈原所創造的 香草美人的文學象徵傳統 好 那這個我們之前都談過 不過呢 請各位注意 這些香草本身都具有高度的人格的高潔 以及德性的芬芳 它的芬芳不是白玉蘭花 茉莉花的那一種直接刺激你的嗅覺 這一種香草的芬芳是若有似無 在有如空谷足音一樣 你只有在很寧靜很沉澱的時候 你才能夠領略到它散發出來的香氣 所以這種香氣呢 請你們要注意 它是一種德性的一種無形的感染 那麼所以這一點請各位一定要注意 那這樣的一個德性的芬芳呢 事實上在我們全書的設計當中 有兩個互相呼應的地方 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冷香丸 不要忘記冷香丸有個香字 那這個說來話長 這個冷跟香到底要怎麼解釋 他們彼此之間的重疊跟辯證的關係 我想這個我們都等到人物論的時候 有專題再說 那麼除了冷香丸之外有個香字 那各位也不要忘記 那麼在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這個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他事實上跟他的血也發生關聯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一路再看下來 所以來繼續往下把這一段文字 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因為他的這個道德的芬芳 使得居處其中的這個薛寶釵 無形當中也是以賢德取勝的 這個君子一流人物 這個是毋庸置疑 然後呢 我們要值得辯析之處 其實我們的作者對於薛寶釵的描述 更近一層 更近一層 那怎麼說呢 來請各位注意 因為我對這些香草香化做過一點研究 那這個研究當然是文獻資料上面的考察 來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種道德絕對不是迂腐守舊刻板的那種道德 也就是理完式的那種道德 不是 薛寶釵的道德是非常靈活的 是非常豐富的 因此有很深的那一個層次 那麼他的內在是在一種源頭活水式的方式 那麼使得這個道德變成源源不斷的一種精神升華 所以請看一下這些花草都不是華而不實的一個莊點 不是只綻放芬芳 然後因此就瞬間的浮面的美麗 不是的 他們事實上展現了很強韌的生命意志 跟崇高的這個品格節操 那麼崇高的品格節操我們自然都能夠體會 因為這些文字我們從小都讀到大號 所以對他常常就沒有好感 然而我要提醒你們 在恆武院所種植的這些香花香草 其實內部還隱含著很強陣的生命意志 所以我才會告訴你們薛寶釵 絕對不是李丸式的稿木死灰 他絕對不是被李教給蠶食精吞 而變成了只是一個會行李如遺的人偶 絕對不是如此 他內在有非常豐沛的生命力在加以支撐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在第40回劉姥姥逛大觀園的時候 來到了恆武院這一站的時候 他又引導我們更深一層的 來看待這些香花香草 那麼我唸一下給你們聽 那麼大家就說 這個一進到恆武院 只覺異鄉撲鼻 那些起草仙藤 越冷越蒼翠都結了食 然後四 珊瑚豆子一般壘垂可愛 好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義呢 我知道我們讀過去大概不會太過留意 但是由於我們要了解這個人物 了解我們作者的苦心設計 所以我們非得停下來 好好的深入的考察一下 所以請你們注意 這個香氣絕對不是花朵的香氣 而是整顆植物由根到葉到精 整個生命所散發出來的香氣 這樣的描述呢在那個朱熹 還有在一些 像朱熹這不用講了 因為他對於儒家的這個道德掌握 是更徹底的 那麼他們其實對於蘭花 蘭草 還有這些香草們的認識 就是如同我剛剛說的 這不是油花綻放的 他是他整個生命體由內而外 很徹底的每一個細胞 都浸潤那樣子的美感跟那樣子的高度 然後所散發出來的香氣 而且請注意 越冷越蒼翠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五個字 我們通常是用在哪一種植物的形容上 是不是松竹 對不對 但是他現在把他用在這一個香花香草 老實說這個比起屈原的運用 要更多增加層次 這個是屈原的香花香草 本來就還沒有到這個層次 而且第二個請各位再注意一下 都結了石 都結了果實 換句話說他告訴我們 在這樣的一個秋冬蕭瑟萬物 這個蕭索的情況之下 這些香草不但依然散發芬芳 而且那麼翠綠如形 甚至他對抗這樣子的一個惡劣環境 而都還能夠結出果實 讓生命生生不息 所以各位你們就可想而知 真的 這個獨芳於瀟洒之中的 這些異香能夠超過深山幽谷的春藍 那麼他越加蒼翠的綠藝 事實上也可以跟松伯同親 而他們同時所結出的 這個累垂的可愛的果實 老實說又使得他 能夠跟其他被讚美的植物 完全可以相提並論 例如什麼呢 桃李紅黎 還有各位都從蘇世的詩 而感到非常熟悉的一個讚美 那就是一年好景君虛記 醉世成黃 菊律時 有沒有 這個還配成歌 非常好聽的 你們到底有沒有記得這首詩啊 有的人已經很羞懶的笑了 好 我很同情你 但是你要回去好好背一下 那麼蘇世在告訴我們說 哎 秋天啊 這個季節 那麼這是萬物這個貂蟬 所以他說何盡已無情與蓋 菊蟬有有傲雙之 有沒有 但是他說對 你們都歌詠菊 菊的高標傲事 這個當然我們人所共知 自從這個桃淵明 宋代以來 我們都非常的熟悉他的一個意涵 但是蘇世告訴我們天底下之間 我們還可以看到很多其他值得讚美的 那麼非常不傲不屈的生命力 那就是呢 醉世成黃菊律時 成黃菊律也是秋天豐收的 金黃色的 甜美的景致 那也是一種生命不屈的表現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這個紅樓院 他的香草都結了累垂的果實 事實上他又跟我們蘇世所讚美的 這個成黃菊律真的又是不遑多讓 而有趣的是 我考察過一些群芳譜 或者是有關這些植物的 這個明清時期的一個相關文獻 事實上這些香草在秋冬的時候 會不會結了果實呢 老實說這個是不可能的 那是虛構 因為很多的香草 其實不會在秋冬結果實的 所以很明顯我們的曹雪芹 在這裡完全是刻意的 他為了要來塑造他筆下 這位非常重要的女性角色 他不惜調動所有創作的權力 進行虛構 然後從我們的這個豐富的傳統 那麼汲取眾多的資源 其實都是要匯聚用來強化 薛寶釵他真的是非常突出 而且是非常深厚的一個道德心性 所以總而言之我們曹雪芹 為了橫無苑所設計的景緻 簡單說雖然只有香草 因為這個對於中國傳統文人來講 那是最直接 而且最明顯可以召喚出 他的道德象徵的一種意象 但是實際上他的相關描寫 還更進一步綜合了松柏 成菊 梅蘭 竹菊 是各種優點 所以他可以說是對於道德最全面 也最高度的一種象徵性的表現 而這個實際上就是在呼應第五回 第五回在那個《紅樓夢曲》裡面 特別關於薛寶釵的一段裡面就有說 他是山中高氏金銀雪 那各位要注意 我覺得這七個字呢 常常被我們的讀者斷章取義 那我非得要持平來這個加以澄清 山中高氏金銀雪 這百分之百只有正面的意涵 只有我們現代人因為不了解傳統的語境 所以可以任意把這個雪摘出來 就說他是冰冷無情等等之類 那個是標準的現代人的斷章取義 所以回到山中高氏 他背後有關明代的典故 以及對這個雪所下的金銀這幾個 這兩個字的形容詞 其實這裡面百分之百只有正面的讚美 好 那我覺得作者只是在感慨 人世就是無緣 就是你那麼的完美 但是問題是我就沒有愛上你 我愛上的可能是一個 渾身缺點活蹦亂跳的人 了解嗎 就是寶玉愛上的是林黛玉 那所以他只是要告訴你說 愛情本身它是不是理性計算的結果 他甚至很難用一些邏輯道理來說明 所以他就用了一個神話 講牧師前鵬有沒有 神話這種東西本來就不是理性 可以來展現的 那麼所以喬曲形斯要告訴我們說 所以我喜歡的人 他不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那我沒有愛上的人 他也不一定就不好 那只是說人跟人的感情 就是這麼的獨特 他就是靠一些奇怪的緣分 因此不要以賈寶玉的眼光 賈寶玉的取捨來斷定人物的優劣 賈寶玉只是小說中眾多人物之一 雖然他很重要 可是他並不代表作者 所以我們讀《紅樓夢》請各位要注意 《紅樓夢》是作者的《紅樓夢》 不是賈寶玉的《紅樓夢》 這個是張竹波 大概是中國傳統中最優秀的評點家 他在評那個金瓶梅的時候 就有特別提醒 他說讀者你不要忘記 你不要搞錯 你以為這是西門慶的金瓶梅 不是 這是作者的金瓶梅 那這段話太精彩了 他提醒我們 我們讀者真的好容易 對書中 小說中的 尤其是主角進行投射跟認同 以至於常常我們覺得 我們很像主角對不對 其實不是 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覺 以至於我們也很容易 按照這個主角的取捨 就來判斷了相關人物的高下好喚 這個其實都是讀者順其本能 而產生的一個事實上是錯誤的 而且不應該要有的一種做法 那麼所以不要忘記 作者他有整體的兇禍 兇中秋禍 所以我們得要回歸到 整部創作的整體 來看看作者怎麼樣 來呈現他筆下的人物 所以賈寶玉沒有選的人未必是不好 說不定他是最好 那賈寶玉喜歡的人 他不一定客觀上 真正是最優秀的 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釐清的一點 所以呢 人生的無奈就是如此 我們有金玉良音 有門當戶對的各種外在條件的 這個完美的搭配 但是我的心剛好就不在你身上 這個就不能勉強 我想曹雨晴是在為我們感慨這一點 就是說所以人的心是這麼的微妙 人的心是不能夠用這麼多的 理性的算計跟外在的條件來分析 那我想他是在告訴我們這一點 可是他並沒有告訴 他並沒有主張 或者是他有意安排薛寶釵是一個不好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的讀者實在很清帥 順潤本能所做的一個錯誤的判斷 因此我們要在這個地方特別的澄清 好 所以呢 所以這個是我希望各位呢 對於這個橫無奈的這個職務 一定要有的一個認識 真的很特別 明明這麼明確的一個寓意的指涉 可是我們的讀者卻偏偏一致去忽略它 我想這個閱讀現象真的很特別 也值得我們再多做分析 好啦 那當然啦 人世間的道理是辯證的 不要忘記我們的葫蘆廟是不是在 座落在哪裡 勢力皆裡的人傾向 世界上的東西沒有百分之百純粹的 告訴你們真的沒有 勢力中會有人情 可是人情中也有勢力 因為每一個人真的都非常有限 就算他全部要全心全意的對待你 他自己都做不到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認識到的 所以同樣的道理啦 勢與非有的時候只是一體的兩面 那人情與勢力有的時候更是糾葛難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橫無怨的 這些香花香草很有意思 當他從屈原時代開始呢 一路下來被賦予這麼高度的 脫俗的道德的象徵 可是呢卻又在落入世俗的同時 又有高度的經濟價值 那這個是我們在第56回的時候 透過禮丸的說辭 我們很清楚看到 原來香花香草曬乾了之後 那麼是不是可以賣得高價 對不對 他也有他的市場價值 那這就是人世間真的出世與入世 有的時候不是這個東西本身發生變化 而是他所在的環境 就使得他有了不同的評價 那這個就是也是人世的無奈 所以我認為薛寶釵之所以會到了 我們的現代社會 或者是到了禮教的傳統世俗社會中 會有受到那些誤解 我想這也恐怕就是因為不得不然 不是他本身有問題 而是周遭看待他的人出了問題 用的標準不同 那所以我想我們恐怕還是要回歸到 作者他怎麼樣來整體塑造這個人物 比較能夠準確掌握他 好啦 那我們的紅物院就介紹到這裡 那麼至於這個隆翠鞍 他的十數珠紅莓如菸漬一般 這個我們之前也看過 這個在第49回 那我現在就要請你們來看 欣賞一下什麼叫做白雪紅莓 那是非常美的一個畫面 這個是我看到過的最美的 白雪紅莓的一張照片 好 這個網路上應該都找得到 有沒有發現這個真的叫 醃織般的紅莓 這個已經像玫瑰花了吧 對不對 這是很深的玫瑰紅 那感覺上還有那種絲綢絲絨綜的 那一種亮光 那周圍襯托的白雪 那個叫做金銘雪 這個就是非常美的這個白雪紅莓 給你們欣賞一下 那當然不只這樣 那下面還有一張跟這個是一樣的 只是少掉了框 但是各位請看一下這是重辦有沒有 重辦其實更加豔麗對不對 那各位想一想 我們從小到大 你們跟我可能已經有一點代溝了啦 真是不幸 好 我為我感到不幸 不 也為你們感到 OK 好 那麼我們從小讀到的 欣賞到的梅花 主要是從什麼角度去看待它 也是一樣嘛 就是那種高潔對不對 好 所以台灣的中華民國的 活化是梅花有沒有 可是我們這種梅花 通常大概是什麼樣的造型 請注意是單辦還是重辦 副辦 重複 是單辦對不對 而且有幾個花瓣 五瓣對不對 所以有梅花餐 這種名稱就是這樣而來 可是你會發現原來我們對梅花的認識 是真的太單一 尤其是受到我們這個國家的命運 跟我們的這個文化處境 然後結果我們的認識是這麼的單一 實際上不是梅花的品種很多 而且各位想想看 做梅花餐的那單辦的 五個花瓣的梅花 它應該是什麼顏色 好像也白色比較適合對不對 而白色的梅花果然就是 《紅樓夢》中誰的代表花 竹梨茅舍自甘心 是老梅花 那老梅當然人生都吞色了嘛 對不對 對不起 好 總而言之 所以那個 那是李丸嘛 對不對 是不是李丸的代表花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我們的妙語一則 它仍然是在青春風華時刻 所以戴法修行的美女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她的心其實也是不甘寂寞 有沒有注意到 她有那麼一點躍動的春心 是由誰而引發 她也不另於表達 不就是寶玉嗎 所以你看這一點春心 果然在陡翠鞍的鞍門跟圍牆之間 我們果然看到一枝紅梅出牆來 我們稍微修改一下 好 所以你們就可以看到 哎呀 字面如同那個玫瑰紅一般的 蟲瓣的梅花 真的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那我們繼續再往下看 那個紅梅花就沒有這麼美了啦 但是我想我們可以趁機欣賞一下 植物界的美好 那這個也是紅梅 不過很明顯 它是不是就是單磅了對不對 那很多的花蕊就很明顯 那也是一樣 你們看到 那個雪其實非常的厚重 你們知道雪就是什麼 你以為雪是什麼 如落絮飛花 非常輕盈美麗 飄逸動人 那你就實在太無知而浪漫了 實際上雪 冰就是冰跟雪 根本就是同一個東西 那雪飄落下來之後慢慢累積 它其實就變成了冰 好 就變成了冰 那其實它很重 尤其在那個枝條上面 層層的這樣的堆積 所以常常我們可以在那個唐代詩人 宋代也有 他們描寫到冬雪的夜晚的時候 他們會聽到所謂的那個枝頭 那麼被壓折斷裂的聲音 那他就知道原來雪很厚重 然後可能一夜大雪 就造成這個植物不能負荷 所以你們看一下這個畫面 再下去這個枝條可能就會斷裂 所以在這麼樣的一個艱苦 困惡的環境之下 已經一點綠意都沒有了 整個生機都枯稿的情況底下 竟然可以綻放出 這麼樣鮮豔的花朵 難怪古人會對梅花 有這麼高度的積賞 因為他在裡面看到 真的是一種不屈不撓的生命力 然後所以才會給他這麼多的道德象徵 那真的是對這個植物的一種 一種精神的感應 而我覺得這是值得的 好 所以各位再往下看 你看 真的是千枝萬條 全部都被雪覆蓋 可是其中點點都是美麗的紅梅花 好 所以這個畫面 也很讓人印象深刻 所以梅花真的自古以來會受到 我們文人的讚美 真的是有道理 真的去感受一下你就會知道 那麼沉重那麼樣子的 徹骨的冰寒 這樣子整個包圍他幾個月 但是這個梅花竟然能夠依然挺立 而且來年生機依然盎然 這當然是非常令人感動 所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事實有明法而不義 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真的莊子說 天地之美天地的深刻跟奧妙 大自然不會去訴說的 可是只有人靜下心來好好去領略 你可以從中得到很多的啟發 不要忘記我們的寶玉 對著龍翠鞍的紅梅花抱著是什麼樣的心態 好 你們沒有注意到 我們作者有一段描寫喔 這個很重要 我想我們現在先看一下好不好 就是在那個49回753頁這邊 那倒數第二段 他已經聞得一股寒香撲鼻 然後回頭一看是妙玉門前 龍翠鞍中有十數珠紅梅如燕之一般 映著血色分外顯的精神 這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麼多幅 可是請注意我們作者對於寶玉呢 乍見這樣的一部景象的心理反應 他用的是好不有趣來形容 然後而且描述他寶玉便立柱 細細的賞萬一回方走 所以各位要注意 我們之前提過龍翠鞍的這個白雪紅梅 是不是跟那個稻香村的黃泥紅杏 他的設計是如出一策對不對 但是很奇妙的是呢 對這兩處我們寶玉的反應截然不同 他對於龍翠鞍的白雪紅梅呢 是覺得有趣 而且還要細細賞萬一番 完全以一種審美的心態來面對他 但是對於稻香村 我們的寶玉是不是其實滿不以為然的對不對 他不是說他似非大觀 因為他覺得那樣子的一個在大觀園中 用一個非大觀的一個設計 那簡直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突兀的現象 所以延伸而言 我覺得 我覺得希望沒有穿著附會 就是我覺得透過賈寶玉的這個不同表現 寶玉的一個人格取向 他其實是比較欣賞 比較偏向於欣賞 延伸這種比較個人主義 甚至呢漁業甚至不喜漁業若干奮激 他其實是比較欣賞有個性的人 那麼對於那種被壓抑個性的人 他其實就覺得不好 那我想這一點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只是說這個寶玉的看法 能不能當作是曹雪芹的價值判斷 那又另當別論 不要忘記 不要把紅樓夢當成是寶玉的紅樓夢 要把他當作是曹雪芹的紅樓夢 所以曹雨芸怎麼看待個人主義的問題 這恐怕就不是一言以蔽之 絕對不是這麼黑白二分的 這個清楚可以判斷的 所以這個以後 我們透過一個一個的人物論的時候 我們再來仔細推敲 現在絕對不要忘下一個太過簡單的斷言 好 所以那麼我們下面就來再來看一下 大觀園中還有這個植物設計的 我想是這樣 偶像蟹有沒有植物 當然一定有 從那個情理的邏輯來講偶像蟹一定有 可是作者沒有很明確的具體的描述 所以我們偶像蟹根本就沒有放進來 好 那也表示說作者對偶像蟹呢 就沒有要透過植物來特別來加以 展現什麼樣的跟屋主的人格互相定義 互相闡述的那一種用心 這個我們就看不到 那麼紫陵州也幾乎是同樣的命運 但是我就在整部紅樓夢 我們的整部是指前80回 就在這80回快要結束的時候 赫然發現其實紫陵州終於有具體的植物 我們是由有可說 尤其不要忘記它是不是叫做紫陵州 菱是什麼 就是水生植物嘛 就跟荷花啦 這個長菱角的菱花啦 這個其實都是藏在詩歌 或者是在紅樓夢裡面 是可以被一體互相相通來御用的 所以各位請看 紫陵州從它的命名 以及確實在第79回 真的有提到有季和了陵 了陵的等等有這些水生植物 那麼所以各位請看一下 配合尤其它用這個粥 這個粥是三點水的粥 那一定就表示它周圍有水環繞 所以這裡應該一定有池塘 好 那麼另外加上個陵這個字 你就可想而知有池塘 上面就有這些水生植物 果然第79回 當我們迎春呢被嫁出去之後 那整個紫陵州就非常的寂寞蕭條 那寶玉呢就很感傷 所以他就在那個迎春出嫁前口戰一首 口戰就是隨口迎湧 這個是傳統的用法 那迎湧一首就叫紫陵州歌 那前半首呢請注意 這四句我必須告訴你們 他實際上有一個模擬脫畫的對象 那是李商隱詩 那完全他這個是從李商隱詩那邊 脫畫出來的意境 那這個說來話長以後再說 總而言之就在這個前半首裡面 就有提到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季合紅玉影 那麼鳥花林也不生稠 那麼重鹿凡霜鴨仙梗 換句話說這裡面已經也有不祥的 秤的這個寓意在裡面 各位請看一下 吹散這個季合的紅玉影 你就可想而知 這是不是也等於在預告在雙關 迎春出嫁之後會慘遭悲劇的惡玉 有沒有 然後再來 玲花燎葉不生仇 這也都是在說明迎春呢 他出嫁之後就絕對是一個悲劇的命運 所以你看他那麼纖細柔弱的 一個喉門千金 卻慘遭孫兆祖的惡意對待 所以眾路凡霜 這樣子的這個千斑交逼 而果然我們迎春一年就支撐不了 是不是就香消玉玉 這一年之間他真的是活在地獄裡 那我們用一個語言來描述很簡單 各位去設身處地 你會發現恐怕你一個小時都不願意忍受 那所以我想保育很敏感 而保育對於女性的出嫁後的命運的不由自主 好 我們台灣有一個比喻叫做油麻菜子蜜 對 你就可想而知保育其實憂心忡忡 而且真的是不幸而被他預料 好 那迎春是非常悲慘的一個女孩子 我們以後人物專論的時候再說 那各位可以再參考一下啦 用水生植物的那一種脆弱 跟他會遭遇到的必然的不幸 來雙關女性的悲劇命運的在《紅樓夢》裡面 還有第五回的香菱的圖稱 那香菱的圖稱不是就說 他是水河泥乾 臉枯 藕拜 有沒有 那還記不記得香菱在第63回撤花籤的時候 他抽到了花籤裡面是不是有講到 臉裡枝頭 花正開 對不對 然後呢 渡花風雨 變相催 有沒有 所以最後就紛紛點催胎 其實都是如出一策的描寫 好啦 所以可憐的女孩子 我們的曹雪芹真的是痛心疾首 可是他無能為力 以至於他只能夠創作這一部《紅樓夢》 那麼作為一個女性悲劇集體命運交響曲 這個我想是曹雪芹真的是滴滴血淚 那麼由衷而為女性們所塑造的這種苦難的塑像 好 那麼所以整部《紅樓夢》 我們大概對於植物的設計 我們大概就是說到這裡就夠了 那麼動物也談過了 其他相關各個建築物裡裡外外的空間配置 那麼他們的屋設的設計 我們已經花了很多的時間 有過一趟大觀園的一個算是很豐富的巡禮 但是大觀園的存在是完全人為造成的 那麼他奠基在最骯髒的基礎上 然後他也必須面對人世 所不能逃避的一個時間的流逝 那麼萬物萬事都在時間中存在 也因此必須接受時間所帶來的 這個生滅的變化 所以一切都是無常 所以生有時死有時 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之物也有時 這是聖經的詩歌 所以我想只要有一點靈性的人 都能夠很深刻的感覺到 我們所有人活著的一切 我們所擁有的一切 所面對的一切 終究都要面臨毀滅 那智慧其實也就在 也就在真正認識到這一點上面 才能夠產生 而真正的力量也是必須認識到死亡 隨時在我們身邊潛滅才能夠激發出來 所以很多人得過且過 很多人復原了事 很多人一天這樣又一天 就是因為他根本不知道他其實是會死的 而且很壞 所以把很多時間浪費在無聊的事情上面 所以這是我們人的不幸 可是也是人可以去超越的智慧的來源 好啦 但是大觀元是一個人工的產物 他終究必須要毀滅 這個是沒有任何失誤可以逃脫的命運 所以我們第12個小單元 就是要來談大觀元他終究那麼費力的 透過原非省清大量的經濟資本 然後眾多美好優秀的女性的進駐 等等所渲染出來的非常繁盛的樂園 但是他最後不到幾年之間就要走向毀滅 而這個毀滅當然我想對很多讀者來講 都不生唏噓 因為對我們而言樂園的存在多麼的美妙 他甚至是我們在人生當中 甚至是透過幻想才能夠獲得的一點心靈的安慰 所以對於他的失去我們是萬般不捨 那麼以至於在面對這樣的不捨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就有一種牽怒的一種心理 然後我們就會找替罪羊的心理就會發動 因為對於這麼美好的東西為什麼會消失 我們百般憤慨的時候 我們的那一種憤怒無處可發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又找一個替罪羊 那替罪羊是誰呢 在洪學的這個200多年的接受史上 那個倒霉鬼就是薛寶釵或者是王夫人 那王夫人的超檢大觀園大概就是被痛罵的 而且被認為他就是導致大觀園毀滅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然後王夫人就被塑造成為是 殘害這些無辜少女們的筷子手 那這個都是我們非常常見的一個說法 但是我個人的研究認為絕非如此 實際上王夫人一定要整頓大觀園 他非整頓不可 那麼這一點呢 我們以後講到王夫人的這個人物專論的時候再說 我只要先在這邊提醒一下 告訴你們連知厭哉都同意 知厭哉根本認為王夫人一定要整頓大觀園 他說開玩笑不然他做什麼女家長 難道他是個木偶人嗎 家裡都不管 不可能的他一定要管事 但是為什麼用超檢的方式 這確實是可以爭議 那這個我們以後講到那個人物專論的時候再說 但是我一定要提醒你們 導致大觀園被超檢不要忘記 有一個最直接的因素 你不要怪罪王夫人 王夫人他是被逼他非作不可 所以逼著他非去整頓大觀園的是哪一個事件的曝露與爆發 秀村囊 我們大家都知道 所以告訴各位在時間當中沒有萬事萬物能夠永存 所以大觀園尤其他本身先天各方面都是那樣子的一個 充滿致命危機的一個所在 他事實上對時間對他的摧殘那更是明顯 不要忘記青春是一本太衝突的書 青春是短暫而脆弱的 而因此住在大觀園中的少女們 又能夠在那裡安期多久 所以時間一到 而時間很快的 因為十幾歲只要進入青春期 這些女孩子們就不得不面臨到婚姻的這個挑戰 所以大觀園本來就是很脆弱很短暫的一個人工的產物 所以當時間一旦深入進來 成長就會導致性成熟 那麼這個性成熟一方面就是讓他們要進入婚姻 那進入婚姻不就變成死豬 然後變成魚眼睛有沒有 這我們之前都談過 可是還有另外一點 這個是我們請各位要注意的事 那麼這個性成熟果然也導致了很多道德風紀的敗壞 這無形當中是對大觀園本身更直接更可怕的衝擊 那麼所以我們這邊的標題是 時間所導致的性成熟 它事實上帶來的是一種任何人都不可抗拒的自然力 這個跟王夫人是沒有關係的 好 所以各位我們簡單看一下 蠻有意思的 剛搬進大觀園的時候 女孩子們還小 這是在第二十三回 那作者在描述他們進大觀園之後 是怎麼樣子呢很有趣喔 作者說啊園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兒 正在混沌世界天真浪漫之時 坐卧不必嬉笑無心 這是什麼意思 女孩子們她年紀還小 所以還沒有性別之分啦懂嗎 所以呢完全沒有男女之別的概念 因此就跟還在伊甸園中的亞當夏娃 是不是一樣的對不對 所以沒有什麼羞恥心 因為他們根本是非常純真無邪的 叫絲無邪 所以你看坐卧不必天真浪漫 嬉笑無心 這才是真正的樂園 所以你看一旦吃了知識的果實 讓我們知道有男女之別 然後有各種可能的時候 那當然人就失掉了樂園 所以亞當夏娃必然要被驅逐出去 好啦所以呢果然這是第23回 慢慢的時間導致人的成長 結果呢到了後期 請看這邊第72回呢 連管家林之孝 他都已經警覺到了什麼事情呢 注意喔72回的時候 我們的秀村黨還沒有被暴露出來 秀村黨被暴露應該是74左右嘛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其實都已經感覺到 時間到了 所以呢林之孝啊他做管家嘛 那管理家裡的各種人事物 所以他就提出了建言 那個建言的建是建議的建 他說裡頭的女孩子們一半都太大了 你看裡頭就是指花園裡 那麼都太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了 所以你看你就知道說人的成長 沒有辦法你就得離開樂園 所以人你要做彼得潘是可以的 可是可以在童話裡 現實世界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當我們進入到一個寫實的領域裡面來 那麼這些女孩子們包括丫頭們都長大了 事實上呢他們都得離開這個女兒國 那所以各位你們再看一下 當秀村黨被發現之後 王熙鳳當然也開始擔心 因為有一次就會有第二次 而且一定接二連三接連不斷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女孩子都得成長 或者這樣講所有的人都得成長 好啦所以這麼一來 你如何還能夠鞏固大官員的純跡私無邪呢 所以王熙鳳說 哎呀園內丫頭太多 保得住各個都是正經的不成 這個正經就是指第一個要癥結 第二個可能要沒有男女概念 這不可能嘛 所以也有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 什麼叫人事 這是含蓄的說法 這個人事其實就是 就是男女之事 好 所以保不住人大心大聲勢作號 聲勢作號就是產生出一些 非禮犯忌的這些行為 然後等鬧出事來到時候會悔之不及 所以這也是這個秀村囊像一個警鐘一樣 已經在警告你時間到了 真的你必須要解決了 不然以後你就不可收拾 到時候是後悔莫及 真的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你們要注意喔 假家是何等人家 被人家傳出去說 我們家的千金小姐住的地方 出現秀村囊 全部是沒命的你知道嗎 那絕對是身敗名裂的啦 所以這個是攸關性命的這個重大事情 絕對這個不是什麼禮教馳人的問題而已 好啦 所以林之下跟王熙鳳的就雙雙主張 你看這些管家的人 他們都意識到這個問題 都主張要裁革年齡大些的丫頭 那果然也發現我們的思琦 為什麼偷渡了秀村囊進來呢 因為他近年大了 來 近年大了 這個是第72回有提到說思琦 他因為近年大了 所以跟他的表弟這個潘又安 就開始有了什麼眉來眼去海事山盟 然後74回果然就發生了 這個逾越奮祭的行為 所以偷情至於遺落了秀村囊的醜事 這就是導致大官員要崩潰的 其實是最直接 而且是最關鍵的原因 所以請各位再回顧一下 不要忘記我們之前在神話單元 有提到過的 那麼這一段我們再回顧一下 在這個地方特別更有意義 那麼學者告訴我們說 在人類祖先亞當跟夏娃的故事當中 蘊含了一些重大主題 也就是原始仆真的消逝 死亡的降臨 以及對知識的首次有意識的體驗 那麼可是這一些都跟性密切相關 都跟sex密切相關 那麼於是匈牙利的心理分析人類學家 這個羅海姆他就有指出 事實上真的如此 這是我想這是一個超越地域 超越國界文化的一個共同認識 也就是在神話中 性成熟被視為一種 剝奪了人類幸福的一種不幸 他被用於解釋程式中為什麼會有死亡 所以各位就知道了 因此當秀春囊出現的時候 某個意義來講就是宣告了大官員 必然要面對死亡 這個不是個別人物的錯 也不是誰有意所導致的什麼什麼之類 我想那些說法都恐怕太過naive 我們得要從他的更深層的含義來看待 好 這就是大官員 要面臨崩潰的第一個 從內在所產生的原因 他是自然的不可抗力 沒有誰能夠抗拒 所以不要再去指責王夫人 不要再指責任何一個個別的人 事實上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因為我們任何存在物都在時間之中 可是大官員的這一個崩潰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這一點是我認為沒有讀者去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太愛大官員了 所以對於大官員的毀滅更加的難捨 而那個難捨常常就是以遷怒的方式去表現 可是實際上如果我們平心靜氣 我們好好的對於大官員的本身的運作來加以檢驗 你會發現大官員的崩潰真的還有一個內在的原因 而且這個內在的原因很有意思 它是任何人跟人的這個群體生活 所不可或缺的一種倫理秩序 而這個倫理秩序在大官員裡面的鬆散 乃至於逾越 這其實也是大官員呢毀滅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以就這點來講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談過很多 各位還記不記得 在大官員的內部倫理秩序 是以怎樣的空間的原則來呈現的 是不是就是理跟外嘛 對不對 還記得嗎 理跟外 而如果人依照他的身分階級 沒有去遵守相應的這個空間法則 那就是導致倫理秩序的一個崩潰 這個崩潰是不是也使得居住其中的這個屋主 也就是我們作者所極力刻畫的這些金差們 他們是因為面臨反撲 他們基本上其實就是第一個受害者對不對 所以迎春嘛你不要忘記 他在大官員中就是第一個被欺負的最慘的 然後果然離開大官員之後那簡直不忍阻堵 所以各位你們真的要記得一件事情 天下沒有那麼簡單的二分法 以為呢沒有禮教人就可以得到自由 沒有這樣的道理 人的自由就是在你既自由 但是也尊重別人有自由 同時大家共同遵守一套規範 人才可能真正得到自由 所以這一點是我們現代人 一定要好好省思的一點 尤其我們真的好奇怪 總是用一個非常素樸的 非常簡單的觀念去看這些偉大小說 所呈現的那種複雜的人情事態 這樣子會不會其實是在自我耽誤呢 同時也在誤解這部小說 我想我的認識是有點不一樣 我認為大官員之水會崩潰 其實也在於說他沒有辦法 維持他的那個階級秩序 那麼因為那個時代就是以階級 以這個宗法制度作為建構 他們存在的一套秩序的原則 所以當這套秩序在那個時候 不能夠被維持的時候呢 事實上也就是面臨混亂 我覺得我們要回歸到歷史時空當中 如此去面對 就好比我們現代人也一樣 我們現代人雖然表面上大家人人自由 可是事實上人跟人之間 是不是還是要遵守一套法則對不對 不能夠互相侵犯 例如教室休息室學生就不應該進去啊 沒錯吧 然後去搭捷運的時候 不能帶飲食是不是大家都不要帶 然後呢上那個墊幅梯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把左邊的走道空出來 這麼一來大家才方便 大家才反而能夠更自由的 來運用他的時間 所以這就是一套無形的行為規範 那我已經跟你們提到過了 任何社會任何文化團體 他們都會根據他們過去的歷史傳統 跟他們當時的思考 然後去醞釀去塑造一套 在那個團體中的人都要遵守的法則 這個是我們都必須了解跟尊重的 那麼《紅樓夢》是在一個200多年前 中華地質晚期的一個時代背景 所產生的小說 尤其又是這樣的上流階層的貴幻世家 他絕對有一套跟我們今天不一樣的法則 而這套法則某個意義來講 他有可能會限制某些人的自由 可是假如沒有這套法則 這些人恐怕連自由都沒有 這樣聽了我的意思 所以一件事情真的不要那麼簡單去看待 人世間的道理是非常複雜的 千萬不要忘記一句話 真理的相反也同樣是真理 那這個是很優微 可是又實在是很讓發人深省的一個道理 那如果你還是像小孩子一樣 是非二分 然後正邪互不兩立 那我只能夠說我期望你 也恭喜你還一直活在幼稚園的世界裡 但是這個世界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而且他只是一個很小的 而且很短的一種狀態 那麼我們可能要認識更多的複雜的人性 好